来 我就知道你们主公会来救我的 可不该在此处落脚啊 此地离都城还是太近 灵不宜心思狡诈 万不能让他嗅到咱们的踪迹呀 你可曾在灵必忆念前攀摇我家世子 文某半个字也没说 当初你们家世子可是承诺过了的 若我起兵 他阿富庸王必定会鼎力相助 到时候冯一俊和蜀忠配合 共成大事 那可去他什么时候动手呢 你疯了吗 我可可去你们世子的盟友啊 哼 世子说了 只有死人才能保守住秘密 畜生啊 我不行 我 雷大堆 快救我 我什么都告诉你啊 哭 好 快救我 想活命就闭嘴 少主公今日打得这么凶狠 还不让我们出手 他适回心情 若非樊窗再逃 少主公今日便可以护送程家人回家了 少主公为什么要护送程家人回家 这也不行 耽误少主公要求的事 你们先别程家离家了 先惯惯我 给我找个医师了 医师说我的身体并无大碍 将军 您就别走来走去了 慌得我头指他 你还降嘴 我与你成亲二十几年了 何时见你这般病过 就是当年消失家破 你也不肯半点示弱 如今不过是张儿女亲事罢了 你怎能就一病不起了 我这是心火 怪不得别人 汤子 不如我来吧 你也可歇会 你去华县与楼瑶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洋洋照顾我的 你就不必战手了 在华县 鸟鸟可是跟正经的医师学过的 夫人病重时 多亏鸟鸟在旁伺候 有两个女儿轮流照顾 夫人的病好得快些 还是泱泱乖巧懂事 日后若遇着如意郎君 嫁过去便是他们家的福分 大伯母 都怪伯母失职 让鸟鸟儿先心意了气 这件事情也追回莫及了 你比鸟鸟年长 也该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 若有心仪的郎君啊 你就告诉伯母 伯母定忙帮你说回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杨杨听评伯母安排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 让人省心的孩子 放心 伯母定会顾虑得周全 水药先凉了 我就换烹热的过来 这又何必呢 还是鸟鸟能干哪 弟父这一病嘛 他倒是把家里的事物 打理得井井有条啊 万婆夫 七七阿子 你们怎么来了 听说你家阿母病了 过来看看 七七 看看人家鸟鸟 多孝顺多乖巧 我上次病的时候 你怎么尽孝的 居然出去跟人打了一架 阿父到底会不会说话 这 你这般赞一个贬一个的 是想让我跟少商妹妹生闲戏吗 不过看在你是夸自家妹妹的分上 这回我就不给你计较了 气得我这右边头疼又犯了 快给阿父揉揉 阿父 这一是说了 卢又测疼 则赵兄啊 你惦记着要生儿子那事 爸这是撑不了了 你放心 阿父保证给你生个弟弟出来 你当真一亲了 看不出啊 你这出趟远门 竟顺手拐了个狼血回来 明明年纪比我小 成亲却在我前头了 不过这个楼瑶 之前跟何昭君有过婚约 好像总是被羞辱欺负 太老实了吧 我就是喜欢他老实 我阿父阿母也不喜欢阿姨 可这么听话的狼血 要上哪儿找啊 我修期房屋 他递我工具 我锻造农具 他替我拉香 我被阿母责罚的时候 他还偷偷送酒给我喝 不过 若子 甚好 不对啊 听你这么说 这些活计 连房也能干啊 二姐 两个人在一起 两情相悦才最重要 两情相悦是什么感觉 找个玩伴做狼血 再好不过了 也有道理 那以后 我也找个听话的狼血 我打架 他便帮我低半棍 我受伤了 他能帮我包扎 可不能像你子兄那样 天天就知道顶撞 我子兄并非是为了顶撞 万七七 你又胡说甚哪 找狼血当然不能找 只会纵容你的 你得找个能鞭策你 能激励你的 我是找夫婿 又不是找夫子 我干吗找一个 这样堵心的人 来糟蹋自己 韶公 你不是会占卜算命吗 帮我算一算 看看未来夫君 长什么样 七七雅子 你的未来狼血 是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眼前 哪有啊 你酸得准不准啊 闪开 打着我寻有缘了呢 手上 手上 来 这七七雅子的眼神 莫凡有问题 我看着挺好的 弟夫你这还病着 就别再送了 我说呀 女人就不能太过要强 你敢承贤立位照顾你 这都受成杆了 万兄可曾见过我 这么粗壮的杆 我说七七之前 怎么都不肯把陆金给我 原来是要送给你家小子 还是七七有眼光 知道陆金最配我们成家儿郎 七七 回府了 女君 咱们家怕不是要双喜临门吧 这群皮猴子 回都城已经有大半载了 再怎么荒废啊 怕是要访天 依我看 得给他们请个夫子 规规矩矩地开个家学 传授些盛行的道理才行 夫人这个主意好 我也觉得他们欠收拾 是该增长去学识了 成家要开家学 想去白露山 求学子施教 这成家还真是舍尽求远啊 普天之下 除了夫子 谁能比我更合适 公子这意思 不愧是想要去成家 当那什么夫子了 皇甫夫子 惦记着丧师叔 让我平日里多照看一耳 我怎能违背师命 丧师叔不是在华县吗 丧师叔最喜欢的 便是他那不着调的侄女 程少商 白露山此番来信 是想我推荐师兄弟 不如我自剑 替丧师叔分忧 好好调教一下程少商 免得他嫁人前 懵懂莽撞惹人嫌 这成家是替家中的儿郎 招夫子 可不是替女眷招女师啊 圣人有云 有教无类 我是那等 卿是女眷之凡夫俗子吗 自然是要将女公子们 一并教好 那是轻视女眷的事吗 那分明是人家 根本就没想找你啊 停车 这还没到呢 怎么就停车了 公子当真要厚着脸皮 自己自见到程家 当那什么夫子吗 哪有人放着官不做 跑到驱立侯家学里 当一个区区的夫子 谁说没有 皇甫夫子 如今不也致逝 回白露山专心育人吗 天地君亲师 师者并不输给 任何栋梁公骨 你别瞧不上夫子之位 想来程家争当夫子的 怕是不傻啊 这楼公子今日穿戴 当真今生 怎么还有楼家众夫人随行 想必不是来程夫子 怕是来慧亲家吧 公子 既然程府今日有贵客 不如咱们改日再来 回府 公子终于想到了 谁想通了 我要回去换一身 比楼公子 偶遥更精神地尝尝 万不可在未来学子面前 失了气势 阿瑶 叉叉 一上来定日辛苦了吧 所以我就去碗凉汤喝 走 就这样阿瑶有凉汤喝吗 少商 这位是我阿母 来 听闻程夫人身体不适 特来趟了 娄正夫人 娄正夫人好 我儿将少商横竖都夸了个遍 可偏偏没夸这么无量 是这般秀丽惹人喜爱 阿瑶是如何宽我的 周夫人只管说说 与我也开心开心 娄家周夫人来了 娄公子 为何不早些告知呢 少商 快些随我见礼 好 您快请坐 来 你坐这儿 快坐下 我来 听说夫人身体不适 本是惦记你才来的 可若是打扰了夫人 还不如不来呢 依照礼数 本应该我去您的府上 商讨两位孩子的大事 可偏偏 这病生的不是时候 你且慢慢养着 你别急 我也不急 可就是不知我儿 急否 阿母 程将军 此回昭安的差事 办得十分圆满 听闻圣上 马上就要下令 升任程将军 为畏畏佐承了 今日我一来探病 二来恭贺的 我这病啊 也好得差不多了 昨日娄二公子 也给我送来了药材 我并未收下 至于恭贺 毕竟还未接到 圣上诏书 怎能接受 众夫人的恭贺呢 夫人 这贺礼 您收下 只赚不亏 夫人只管说 这份大礼 您是要 还是 不要 今天怕是喜鹊 灯烧头的大喜日 贵客们都扎堆上门 你君猜猜 又来了哪位稀罕客人 好 好 好 颜公子 当真打算来我家 教这几位 没啥学识的庶子啊 善见不才 一直仰慕程将军 赤心报国 因国而物家 单个子女成才 接到丧师叔求欠信后 不请自来 还望程将军 莫要嫌弃 怎敢嫌弃 怎敢嫌弃 对 怕是此生我都不敢嫌弃啊 只是 袁公子学识广博 朝中同僚 教可成赞啊 我程某 怕是没有天赋异禀的 学子给你教啊 阿富 阿瑶的伯父乃太子师 阿瑶的学问 也是他伯父亲寿亲传 不如你让阿瑶来教 阿向的学问 这样 也不必用得着外人来吧 说不得 我学识与善建兄相比 相举千里 阿瑶 人要有自信的 都要嫁人了 怎么还口不遮拦 先让阿瑶教教你规矩吧 袁公子切莫见笑 先饮口热茶 雨公子 你 山剑公子 山剑公子方才求见家主 说是要来咱们府上 得跟我咱们讲学了 什么 这般天气热 喝热的 令人心里燥得慌 方才说带你去喝凉汤 线下可还想喝 好呀 自身要的 这种天气就是得喝点凉的 心里才爽快 我现在就给你拿吧 此茶唯味甘甜 暖心暖胃 夏日里就该喝些热茶 才是圣人静心养生之道 唯有市井小人 才爱良物 生极脾胃 我记得阿富也是还喝凉的 又还是看热茶 阿富现在喜欢饮热的汤 这凡昌月玉 是你设的陷阱啊 你不想要喝凉汤 是 臣故意放走樊昌 又派人暗中跟着他 发现他果然与肖世子的人碰面 对方还企图杀人灭口 樊昌恨肖世子过河拆桥 便向臣坦白 这些年来他之所以赶心声妄想 是因为肖世子告诉他 冯义俊将和蜀中联合 一起谋反 勇王 是当年最早跟着郑大天下的兄弟 他身上三处重伤 他都是为朕所受啊 朕不相信他是幕后主使 参长一面之词 不可信 并非仅凭反常供词 臣还彻查那些死士的身份 发现他们都阻击封义俊 所以此事应事不虚 是 见过之初 朕臣乡 要雍王入都城 共享社稷 他对此说 自己年迈身疲 故土难离 只想归乡 供奉祭祀祖先分众 朕是念他一片孝心啊 也没有强求 只是命他的长子 辱都城 封一个闲散世子 一切俸禄随他 难道朕 对他们还不够宽厚吗 人心不足 并非宽厚能够填满的 会不会 是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自作主称呢 他想倒败军线 所以故意地隐瞒返城 雍王自己对此事 一无所知 他无非就是一个 约束而能 不得力把握 立下宽厚 但人心难测不可不凡 若想知道雍王是否知情 只需下诏 传雍王回都城一趟即可 那他那个惹祸的世子 在哪里啊 陈查过了 华县失败后 他就携星父回封地完婚 至今未归 此时回封地完婚 这么巧啊 那这个星父是何人呢 怎么 此星父身份非同一般 是萧綦将军 何勇之女 何赵隽 难道何勇 也偷了雍王 属下认为 何将军实属忠臣良家 不会被雍王募毙 他也许也不知 雍王与其子已经有谋逆之心 对啊 你先去处置 在京东的雍王当羽 朕下一道招收 找他入独城处之 他若无二心 就看他是否 遵从朕的旨意了 是 何昭君 这个名字怎么那么二手啊 回陛下 是萧綦将军何勇的妖女 被那萧世子蛊惑 与娄家二公子退亲了 现在那娄家二公子 正和那成家四娘子一亲 这喜事也要尽了 成家四娘子 是不是之前 子生护送入城的那个 正是啊 这个可恶的小世子 你说 如果不是他勾到别人 那柔瑶也不会去抢了 子生的心伤人的 搞到现在 子生一个人 孤孤单单 孤家寡人 多可怜哪 可恶 最敢把锁 这袁善剑 除了要来府中做夫子 就没再说点别的 也没说什么要紧的了 就是 夏季要饮热汤 市井之人摊粮之来的 他这么有学问 为何要到我们家中做夫子 夫人那我 我也想不明白啊 将军 再想想 夫人的意思 这袁善剑 也对咱鸟鸟有益 你再给我仔细说说 这几个月你都干了什么 啊 见过什么人 不许露掉一丁点啊 全部都要说吗 那可就好几个月 好吧 那日我同三叔 三叔母 一同上马车 没让你说这个 阿富不如再直白写 是不是想问袁善剑 就是袁善剑 你跟他何时认识的啊 见过几次面 都说过什么 也就见到过 我又七八岁 不过敢保证 我跟他毫无干系 我可像参见模式 那个袁善剑 为何特意 要来给你们做夫子 此人言不鬼随 他就不该叫袁善剑 他应该叫 袁善变 阿富阿母 此人自监当夫子 定是没阿好心 阿母文博识广 教几个兄长 已是足矣 为何要从外选夫子 再不见阿瑶也能教 你别整日阿瑶阿瑶的 我看这娄瑶啊 学问也就比你好半个发子 那么多 你们就是看不惯阿瑶 今日阿母也瞧见了 我未来的军姑 对我这个未来的心腹 是颇为欣赏的 想必我到时嫁入楼家 定是一路贪图 她本来就不喜欢 那个何昭君 何家断亲啊 闹得她是颜面无光 这个时候 她当然对你是满心期待了 你没有必要 这样沾沾自喜 明日 你就随我去楼家回礼 楼家上下是如何模样 你亲眼看看便吃 这楼家可真是气派 照理说 二房的戏院 应该比大房的冬院小上一些 但你看 根本没有小伤多少 多嘴 走 这定是程伯夫人 与绍商吧 绍商 这位是你大伯母 这位 是大王心腹 楼大夫人好 绍商 见礼 大伯母好 大伯母好 你只管好我盐鸡鸭子便好 待日后你与阿姚成亲 再改口也不迟 闲家子安康 要不先落座吧 快坐下说话 坐下说话 好 地 onu真是好福气 这辛福容貌 挑得一个胜过一个 可不是嘛 少商 珍珍是把咱们全家女娘 都比下去了 既孝顺又和气 对阿姚又关怀位致 如此心腹 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既是你和阿瑶都喜欢 我也就放心了 四父 是答应这门亲事了 我要是再不答应 阿瑶怕是不会再理我了 明日我就请屋主占卜吉日 下定 太好了 过来 过来 仓皇之间 不及准备 少商 你拿着这个 就算作是信物吧 娄大夫人 占卜下定之事 倒也不用如此着急 虽如今国定民安 但毕竟也会有变数 此刻安嫁娶之事 还为时甚早 不如再等等看 但一切稳妥再说 还有何不稳妥的 你倒这真是 帝父仓皇之间 随便给的信物 这欲绝 可是他当年的陪嫁之物 随身多年 当初还以为 能给阿奔心腹 如今却给了少商 看来 帝父果真更喜欢小心腹啊 求我失言了 年纪莫往心里去 你军库定氏也疼你的 绝不会厚此薄笔 你 去 去 我 去 去 去 我 去 去 去 楼家最好的信物 早已在你那儿了 颜家子是在大雄出游时相识 大雄出行之时生无常物 所以亲自为颜家子打了一面铜镜 这就寓意着 心如明镜 白手护不移 我想 这天下所有的玉绝加在一起 都比不上那面铜镜 阿子说是吧 少少妹妹说得对 楼家最好的信物 父亲早已赠予我 少少说得对 说得对 我真的是老了 竟忘了此事了 我家大郎啊 擅长书法 他还在镜子后面啊 用不同字体刻了一手尖家呢 受伤 你来了 阿遥 长辈们都在此 你的眼中就只看得见心腹吗 素日你大伯教你进退硬局 可见也未曾记在心上 我 阿遥最懂理说了 阿遥此番做 这是打心底里 没把大伯母当成外人 阿遥 你寻的这心腹好生厉害啊 生得一张憔嘴 对啊 烧伤不仅聪明又能干 天下万事也都知道 别在那儿杵着了 赶紧许你大伯父回来 定亲非小事 许多事还需要他来定夺 我这就去 颜机 不如带绍商 去我们房中转转 好 我跟小姨想去看看那面童鲸 颜家子带我去看看 所以我来吧 这边 这边 刚才谢谢少少妹妹了 为我们二房真会些许脸面 那个大伯母 一直这么不客气 对阿遥讲话吗 均旧去世得早 如今楼府风光荣誉 全民大伯父一人 任太子太傅所得 二房在大方面前 自然是没有底气的 平日里 大伯母教训起楼遥 更是从不避旁人 半点脸面都不留的 怪不得我初见阿遥时 她总是畏畏缩缩 被人欺负了 也半天憋不出一句狠话来 日后妹妹嫁入楼府 怕是也要跟着我们二房 一块受委屈了 颜家子放心 我这个人 自小不是受委屈的性子 但日后 他们若是再敢欺负阿遥 我定会去找他们 好好理论理论 原形毕露了 之前 听二叔母夸陈家四娘子 温柔贤淑 我还以为是被哪个妖精附体了 变了个人呢 可惜呀 不到片刻就暴露本性 对着专资跋扈之人 我自当是破辣很绝 但若是像颜家子这般 温饶贤淑的女子 我自礼于有加 丑礼 得了空子不妨好好想想 为何见到我时 总是在我不必讲理的时候 你少得意 你能嫁进我们老家 是天大的运气 若非昭君阿子令嫁 哪儿轮得找你 楼梨 你闭嘴 严家嫂呢 那要为了旁人 来指责自家小姑吗 他们说得果然没错 二叔父故去太早 才临二房做事 缺父辈教养 你 楼梨 你谈及道教养 那我就好好与你理论理论 待到日后 我加入楼家 怎么说也是你次嫂 你对着你的次嫂 大呼小叫张牙舞掌 何谈教养 你还未婚 先提嫁后事 你好身不要力 那此时我不是次嫂 也是楼家的贵客 你身为主家 对着贵客 动辄呵斥为难 这就是你们楼家大方的 待客之道 这就是你们楼家大方 所谓的教养 你算哪门子贵客 我告诉你 我阿姆可喜欢赵郡雅子了 次知道要与你成家定亲 我阿姆就不曾气顺过 你阿姆喜欢何家女娘 那为何不让你们 大方二郎去娶她 那是因为 二方更喜欢赵郡雅子 原来如此 对 就是如此 可惜呀 你未来军姑 可是半年都不喜欢你呢 你自有缺乏父母管教 不学无术又少涵养 你如何配得上我楼家 书相门帝呀 你在说什么 阿姆 恕我不识 老师 这位小女娘 应该是楼大夫人的 掌上明珠吧 是 我们两房 为得一女 便是楼梨 太父楼大人 承蒙黄恩 教会殿下 楼大夫人出自明门 知书明礼 楼家娘子 自幼有父有母 在身旁教导 不该像我家少商如此 少调失教才对 楼梨妹妹虽是掌房女 但终究是晚辈 约束无方 还请程夫人见谅 你与楼家娘子 实属平辈 又出生二方 何来约束一次 要谈到约束二字 也得是亲父亲母 怎能轮到旁人 奴家 还用不着你 阿母 少商正在与你堂兄已婚 日后便是一家人了 那今日陶瓷来府上 你就如此羞辱他 以后怎么又脸见你堂兄 亏他肃若待你亲厚 还望程伯夫人 不要与小女计较 你 你 阿姨 方才楼梨妹妹说 大伯母甚是喜爱赵军妹妹 早知如此 就不该让阿姚略美了 不如早两年 就让大房的兄长们 娶了赵军 也不会有今日 这么多事端了 看来是你的规矩 还没学够 竟敢在贵客面前胡言乱语 赶紧命笛撕过去 你少得意 还不快谢过楼大夫人 谢谢大伯母帮少商讲话 谢谢大伯母帮少商讲话 你也可没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